大家好,我是小静 火龙果我们大家都喜欢吃 尤其是在炎炎的夏日 吃上一个又水又嫩的火龙果 特别的清凉解暑 由于火龙果它的热量也非常的低 所以也深受减肥人的喜爱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火龙果的搭配方式 可以真正的起到减脂瘦身 排毒养颜的作用 首先像视频这样 先把火龙果划成小块 再把火龙果皮翻上来 再用刀子把它切到碗里面 这种方法非常的简单 手不沾火龙果 这样就不会弄得满手都是汁水 火龙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抗氧化剂 常吃火龙果对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多 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火龙果 接下来碗中加入两勺白醋 如果家里有苹果醋的也可以加苹果醋 醋酸有非常好的分解脂肪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少量的蜂蜜 蜂蜜可以中和一下醋的酸味 把蜂蜜也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加入少量的纯净水 再用勺子把蜂蜜搅拌化开 接下来把搅拌均匀的白醋蜂蜜水倒入碗中 再准备50毫升无糖的酸奶 酸奶一定要用无糖的酸奶 把酸奶也倒入碗中 酸奶可以很好地促进肠道的蠕动 并且无糖的酸奶也不会转化为脂肪 接下来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火龙果酿酸奶就做好了 火龙果的这种搭配方式不仅特别的好吃 而且特别的减脂 如果想快速的瘦下来的话 可以晚上把它作为代餐 饱腹感强也不会饿 不仅总体热量少还可以分解脂肪 连续吃上几天小肚子就不见了 喜欢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